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的二之國在6月8號開檔了 頂著吉普利的光環 不意外的吸引很多人去玩耍 雖然我不看好就是 畢竟是連日本人都認證的 重課金遊戲 不過通常越課的遊戲 玩的人越多 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手遊市場 還有幾個原因 戰力開場就有一條龍課金道具 來堆砌差距 相對在無課、微課、大課、廢課 分水嶺很明顯 套著NNORPG熱皮 但畢竟是課金加速的遊戲 依舊是免洗手遊的套路 想單純PVE輕鬆玩耍 遊戲故事跟樂趣還行 但如果想體驗PVP類的內容 補課、微課還是洗洗碎吧 真的要課金就新手禮包 買完就收手 有些人說可以慢慢玩 但通常不是玩到每天農材料的作業感 反倒放棄 就是被課長打到退坑 扯遠了 回過頭來 原本韓版預計於6月8號更新 結果不意外的 推延到了6月9號 畢竟最近開拓國際線的工作量過大 連同一天的國際服更新都delay了 挺期待國際版會追上韓版的進度 至於台版的部分 我就不指望了 那來看看本次韓版的更新內容 雕刻品解鎖了星光部位 能安裝屬性為 金幣、經驗、移動速度、狀態抗性 可以針對PK強化調整 部分地區增加了隱藏任務 可以獲得像是阿拉丁造型服飾 增加、販售、製作、掉落的造型服飾 以及家具 另外摩登市場 追加有關突襲的每日任務 每日副本獎勵調整 週一跟週二獎勵增加 週三改成技能書加覺醒的精髓 週五改成雕刻品的升級芯片 自動組隊放寬差距到50等 並增加10分鐘的退出後冷卻時間 突襲改善 進入突襲副本一段時間 八呆不攻擊會被強制離場 你各位掛網仔注意啊 決鬥場經濟場調整 每週的賽季延長到一個月 獎勵調整、新增連勝系統 防止同對手配對 舞伴減動線速度加快 以及沒有buff的時候 會有飢餓表情 野怪生成速度加快 以及是12項BUG維修 原本雕刻式的技能調整 要將弱雷跟火焰改成物理傷害 但被海版玩家沿上後已取消 官方預計會在下個版本 會進行職業平衡 跟追加有關PVP的內容 順帶提一下日版 這次更新有幾個造型系列還蠻有趣的 尤其魚山武器系列 會讓我想到洋蔥的死神開傘系列 新職業 槍兵 在6月9號推出的新職業 定位是近戰、持長兵武器、穿重甲 攻速在1.45到1.62 比戰士快一些 武器傷害也高一些 攻擊射程範圍也比戰士遠一些 官方雖然有提供職業的招式演示 但這些都是高級技能的效果 一開始並沒有這麼帥 職業素質部分 各位可以暫停後查看 技能扣掉大招有4個範圍技能 有種玩三國無雙的感覺 有一個問題是 剛毅這技能 因為招式是不需要鎖定怪物 就能直接施放 所以如果網路延遲 可能會導致在原地施放打空氣的情況 希望後期修改 推加自動鎖定 整體來說是比煉金術士更淘氣的職業 重點是夠帥 再來講一下台白預計更新的煉金術士 定位上是遠程 持皺紋匕首 穿髮袍 攻擊速度在1.4上下 普攻時會消耗燒屏 燒屏可以購買 或者依照地圖屬性更換 參考文章中有推薦使用雷屏 利用雷電傷害會觸發蓄能效果 藉此增加HP MP的吸收量 但基本上這種就是謎 好不好用試過才會知道 韓版之前有個神BUG 每次攻擊 燒屏的消耗量會增加到3品 希望台版不要套用到就好 個人推薦是智力 點到能穿裝備即可 其他都點精神 因為智力點上去提供的加成 攻擊實在很少 不如撐高HP 技能方面因為 重擊是近距離打擊技 請忽略不用點 專心將5個攻擊技能拉高就好 而BUFF一般掛網不會放 韓版在3.5的更新中 有將附帶DOT的技能冷卻時間都縮短 並將主傷害降低 DOT傷害提高 技能範圍加大 但韓版官網後來都沒有更新職業技能數值 所以圖表僅供參考 雕像方面跟法師差不多 各位可以暫停後查看 一線看個人喜好 沒有絕對好壞 最近FB 跳出以前我很喜歡的一款遊戲 神韻一直在 居然又要重啟了 說實在我不是很看好 先不論畫面的老舊感 光是你要手動一隻一隻的點怪練功 打副本還需要指令配合跟賽數走位 很講究操作跟團隊意識 一個操作錯就是直接面團等著被罵 一場中大型副本都要30分鐘到1小時 上限就是找固定團打副本 作業感也很重 不知道為何有人願意代理重啟 要現在的人玩傳統NNORPG 真的要有個老靈魂了 全部材料都只能靠奴 不過這款職業設計是真的很有趣 花點時間就可以把全職業精通任意搭配 人氣在當時真的是刺殺風雲 無論是什麼遊戲 自己開心最重要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B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い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